9月12号大陆发布了福建对台21条 讨论度奇高无比 这什么意思呢 要看得懂很多大陆的一些文件 当然开篇第一句 它就是要说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完全统一 当然这个部分在台湾恐怕是没有共识 很多台湾人不会接受 但是细节是什么呢 你看到它就是鼓励台湾同胞 在大陆福建买房子和购房置业 金门居民在厦门同等 享受待遇等等 还说会提供资金的一些支持 当然什么样的支持是贷款还怎么样 没有写得很清楚 那全文是六大项21条 大概有4000多字 那在大陆有各式各样的解读 其中有一个解读就是说 这是大陆在为统一之后的 两岸融合做准备 所以就怎么样 统一之后的方案的出炉 当然说现在又还没有统一 对不对 我们也没有要统一 但不管大陆的 我们看到他们的很多政策等等 统一之后 大概会是这个模式 那通过21条梳理 一条清晰的一个提纲 体现的是中央对地方进行安排的姿态 这个今天下午在跟介大使直播的时候 有很多网友特别点题 说希望能够听听见大使来谈谈这份文件 对于未来两岸关系也好 对于台湾也好 还有特别从台湾的角色怎么样来看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概念 当然我觉得是正面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落实 有一个具体的办法提出来 那其实我们说穿了人跟政府的一个个人 我们这个法律上有个人 这自然人跟法人 我们就是人跟政府的关系 就是权力义务的关系 你跟这个政府或你跟这个国家 政府跟国家我们搞成一个概念好了 就是说你跟这个实体之间的 你是一个权力跟义务的关系 所以你在不同的国家 你跟这个政府他给你的权力 跟你应尽的义务都不一样 那现在两岸就是说 两个政府要结合嘛 对不对 所以呢就变成这个权力义务 在不同的政府之下 享受的权力义务 是不是要整合的问题 我先跳到这个最后的这个结论 就怎么样来看它 我不知道我的解读对不对 因为台湾很多民众目前来看 统一可能不是大部分人的一个选项嘛 台湾很多数是希望能够维持现状 但是为什么不要统一呢 可能台湾人无法想象 或是惧怕统一之后的那个样态 所以他就直接告诉你 统一之后的方案样态 应该大概是这样 是吗 对这个是我认为解决四分之一的问题 四分之一 因为台湾人在大陆享受的权力义务 那还有另外三份就是什么 就是大陆人两岸统一以后 大陆人在台湾享受的权力义务是什么 然后台湾人在台湾享受的权力义务是什么 然后大陆人在大陆享受的权力义务是什么 所以现在解决四块中间的一块 那这种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认为是好的开始 那照以现在中国大陆所提的政治理论来讲的话 两岸同属中国人 那到中国大陆就当作大陆人对待 那应该是不该跟大陆本地人有权力义务的差别的 对大陆人在当地享受什么权力义务 台湾人应该也就是大陆人的印象 这叫国民待遇 我们在讲贸易自由化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讲一个概念就是国民待遇 你不要把它当外国人看 它就是你本国人民 这个就叫什么 这就叫开放 这就叫什么 自由化 那现在我们台湾人 现在所以需要 需要有一个所谓 福建台湾21条4点的话 就表示台湾人在大陆 跟大陆人在大陆享受不一样的权力义务 那两岸既然要追寻统一的话 就应该两岸人民都享受一样权力义务 那为什么是福建呢 为什么是福建 它这是一个试点 我觉得是一个试饭区 试饭点 可是我认为真正 这是我肯定 这是一个示范 希望它能够扩张 我现在四块拼图 完了一块 还有三块 那对台湾人最大的 我觉得最大影响是台湾人在台湾 如果两岸统一以后 台湾人在台湾 跟这个政府之间的权力义务关系 会有什么变化 通常都不知道会什么变化 对不对 虽然邓小平讲是一国两制 台湾就还台湾 台湾这一套大陆那一套 可是你要讲得清楚 你要讲清楚 因为为什么 有的时候人并不是反对 一个未来 人反对的是未知 你不知道的话 你就不会接受的 所以很多事情你要先讲清楚 讲清楚人家发觉 哎呦 搞了半天同意以后 好处比坏处多的话 那他有什么好反对呢 对不对 如果同意以后 这个模式拿出来是坏处比好处多 那自然怎么样 反对的人就多了 所以回归到一个政治的概念 或者一种想象的概念 要回归到现实面 就是要需要有法律 那这也就是欧洲 整合最主要的不同点 欧洲整合是怎么样 全部用 他这个其实二十几个国家 要变成一个国家 他靠什么 靠的就不断的 把他各个不同的 国家之间 人民之间的 权利义务关系 把它越来越拉越近 最后都有一套 同样的 你今天做欧洲联盟的老百姓的话 不管你在法国 还是在德国 你跟那个政府的关系 权利义务关系是一致 那这样他才有 老百姓才会怎么讲 慢慢会接受 老百姓是希望 你最后的变化 带来的是什么 是正面的 大于负面 如果你不能先讲清楚 正面在哪里 你不能把这个负面的消除的话 那一定是抗拒改变 所以不是反对 这个统一 而是反对不确定性 所以我觉得大陆 我觉得走这条路的话 是一个正确的 可是这四块拼毒的一部分而已 至少有一块慢慢清晰了 慢慢清楚 可是我必须在里面很现实的讲出来 90%的台湾人是以台湾为 安身立命之所 买骨之所 那你大陆对台湾人怎么做的话 对大部分的台湾人来讲 没有要去福建发展 没有要去大陆去生活的 那对他没有影响 对 所以介大使讲到重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外国媒体 或者是比较轻绿的媒体 特别拿这个来大做文章 就是他鼓励台湾同胞在福建 购房置业 刚介大使讲了 我们这时候的这个安身立命 大家都在台湾 对不对 你可能会终老台湾 到福建去购房置业 所以很多西方媒体把它引导到 因为大陆现在不是有各式各样的 房地产泡沫吗 碧桂园 恒大 就是说用台湾的资金 去救大陆的房市 是这样 其实不是鼓励 也就是说台湾人可以享受 在地居民同样的权利购买房产 现在很多台湾人到大陆 很多地方不能买房产 对 他既是在那边工作 在那边就学 他也不能买房产 这个是一种 叫我们从国际贸易法 这是一种歧视 因为你宣称两岸都是中国人 结果台湾人到了大陆以后 发觉跟大陆的中国人 是不一样的待遇的话 那你的政治号召 跟你实际的这种实行面 是有落差的 那觉得我今天到 所以这个就变成 不能让台湾人到大陆 有外国人的感觉 所以现在很多省市 台湾还是不开放吗 所以至少福建开放吗 是吧 所以四点 所以不是鼓励 而是说 把他的政治的号召 跟实际的作为拉近 而不是一个空泛的说 台湾人就是中国人 可是对不起 台湾人到福建不能买房子 太阳星全校 克肺有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肺有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肺有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有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银痕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